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翻开这封信 它里面写到了 距离三重250公里远的嘉义水上山 某一间公厕里头有着一具遗体 希望警方帮忙要来安葬死者 人命关天真的假的 赶快要前往去查 而警方前往了信里面讲的地点 还真的找到了公厕 但是根本没有看到什么遗体 反而看到了一个被层层包裹的塑胶袋 一层一层的打开它 警方看见了什么 全部幼金的嘉义水上香 一间看起来再平凡不过的公共厕所 却是当地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存在 它究竟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憧憬从七十几年到现在 真的是没看过啊 你说大小案 什么案 几乎都看过了 那你最近没有看过这么凶惨的 2013年3月15号 新内需大同派出所 接到一封传着过来的地名信 信中写道 陈万平的尸体在嘉义水上农会旁 200公尺外的公园南侧里 我没有办法处理 请好心人帮忙 好心人流 信的内容怎么看 怎么奇怪 嘉义的事情传到台北来 警方一开始还以为又是无聊的恶作剧 同类也一直在讨论说是不是恶作剧 说是动物的尸体或者是什么相关的状况 但是状况都不明 我们是只有接到这个传真而已 抱着半信半疑的角度 水上分岐的刑警 还是来到信中地点 没有想到揭开一起惨剧的序幕 嘉义水上像一间庙宇的南侧里 见识人员对着地上的金色桶子 笔手画脚 还有人仔仔细细来来回回在公厕 寻找蛛丝马迹 因为桶子里面装的 是在第一间南侧里发现的头颅 盐巴覆盖大概都两公分 一到两公分都已经结成块了 这个盐巴稍微掉这个之后 明显就可以通知是一个人头 剥开层层包装 里面装着的静盐是一颗颜头 上面还附了一张字条 发现了这个头颅里面 它有写到说三重陈婉婷 身份等于就是写三重陈婉婷 那我们就从我们的系统下去 去查询 三重陈婉婷 私中总共有两笔资料 那其中有一笔是比较吻合说 我们被害者的身份 因为她当天已经很晚了 联络到她妈妈的时候 我们问了相关一些资料 她妈表示说 她这个陈婉婷是她女儿嘛 就是跟她二哥 就是两个人住在这个 三重的老家这边 确定死者就是和哥哥 住在三重的陈婉婷 等于她的妈妈按下认识 可怜的老母亲一到现场 立刻宴出女儿 痛哭失声 我确定是你们女儿 我们就把相关的 抽取眼球液跟妈妈的这些DNA 去做采征去做比对 结果在当天晚上比对出来 就确定了这个死者就是陈婉婷 既然确定了死者身份 接下来警方全力 要找出这个心存手臘的凶手 事实上要杀一个人 一定要有动机 警方阿简包裹着投入的衣物上 验出不少男性DNA 在她那个内裤上面 尸体上面那个内裤 有踩到一些经历的DNA 那我们当初也怀疑就是陈婉婷 她也有跟一些计程车司机 就是有过这些性交易之类的 是不是会因此说导向你那一边 还是凶险在误导我们 也是有可能 就是多个面向完全是在查证 那弃尸到底是谁来弃尸的 这是一个重点嘛 随着警方调出监视器画面 还有查看童年记录 发现凶手很有可能 就是死者的二哥陈家富 我们就发现说陈二哥 他大概在4点33分左右 他就戴着安全帽 右手提着一根大型的这个 黑色的一个垃圾袋 用固形的方式走出这个巷口 那监视器比对之后 发现说他在3天13号的凌晨 差不多4点5点那时候就从 他们家三从这边出发 出发的时候手上一个大袋子 然后出发骑机车 其他的机车 骑了过两条街之后 躲到一家一个那个公寓的那个楼梯间 在那边变装 连着爆炸头穿着羽绒外套 外面烈日当头 越看越奇怪 就是从这个装扮 一直到台北火车站 到嘉义都是这个装扮 等到回到台北的时候 把这些口罩 这些假髮 以及说这些羽绒大衣 都把它丢在台北市 这个火车站的一个垃圾桶里面 他就等于说他整个变装的过程 气湿的过程完全是他没有错 警方经过调查 发现陈家富从2012年开始 就替妹妹投保稽额保险 加上头颅旁边的字条笔记 经过签订就是他写的 立刻要把他代附归案 为什么不敢看那边 吃什么让血浓于水的亲情 化为乌有 到案后尽管罪证确凑 陈家富对于伤害分尸妹妹的罪行 却是一概不认 那人是不认 为什么不承认啊 你问他陈婉宁的事 他跟你讲戏 他跟你讲别的事情 他就是不愿意跟你讲案情 你如果讲到关键字 他马上跳开 所以他非常聪明 不过随着警方深入调查 参认的真相也渐渐浮出水面 这个案子整个来讲 也是一个人间悲剧的 之前来讲的话 他是非常活泼美丽的 事实上是一位美女 但是从89年失婚呢 那返回这个三重跟二哥阿富 一起住之后呢 所以他后来的精神状况 因为都是... 都是已经很不稳定 很脱续了 是个可怜人 曾经是笑话的陈婉婷 在婚姻中 没有遇到对的人 精神状况出了问题 为了筹钱买烟 甚至不惜用肉体交换 没有想到 他最信任的哥哥 嫌他麻烦 要除之而苦快 他在我们这边 他后面那一边 蔡市长后面那边 叫他小甜甜 前面这边叫他小 他认为说 这个妹妹就是跟着他生活 就是累赘 就是多余的 那利用妹妹来赚一笔钱 就是这样子 来把这个保险金赚过来 然后他可以跟他太太好好的生活 聚机加深经济压力 認為同住的妹妹就是个累赘 成家父亲小 干脆一举两得 摆脱妹妹又能诈领保险金 才诞生这个恐怖计划 就算成家父不认 但所有的证据 都指向是他干的 接下来警方 碰上了一个大难题 司者只找到头颅 那其他部分跑去哪呢 那动机都有了 市政也有了 然后也做了案 但是我们比较遗憾的就是 他的私生没有找到 专角组出动 前往成家父的住处搜索 希望能找到遗体去向 结果有了 惊人的发现 事实上我们后来在 死者的这个住处里面 找到一个这个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物证 那个是非常老旧的一个 大同电锅 湿冷盆的铁锅 在他的这个内侧的底部 都采集到死者 这个的这个DNA 依次是用电锅摆放头颅 剩下的尸块怎么处理 心境从附近邻居的口中 听出一些端題 私生的部分 是我们还有去仿查他一个邻居 那这个邻居他也说某天夜里 在101年的某天 11 12月的时候 从他们家的地板 冒出很多热 在那个浴室的 在排水孔冒出很多肉屑 冒出很多油 跟那个有血液的状况这样子 最终检察官起诉陈家富 并求处重刑 不过他却不断出招 想逃过法律制裁 他就好几次去看精神科 身心科 就是为了说万一有一个被查 或被逮捕的时候 他可以藉由说他是心神喪事 或是精神浩弱 来去减轻或免除他的徒刑 他会利用这种方式来去减轻 但是这个后面 来再经过这个精神鉴定 确定是他没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我个人看到的状况就是 他是把这 是不断把口水挤出来 挤到嘴边 然后让他这个能够滴下来这样子 后来这个用餐时间到了 那当然法警就会询问说 阿富这个 那现在用餐时间要不要领便当 他只要没有便当他就没有了 然后他爬起来说要啊 就马上恢复正常 最后法官念在老母亲不断求情 程家父以无期徒刑定业 那妈妈是想说 我已经一个不见了嘛 一个被杀死了 另外还有一个嘛 另外一个是要拜托法官 不要让他不要再这个也没了 他就等于都没了啊 这起烟头案震惊社会 不过当时留下的阴影 并没有随着时间慢慢重担 当时发现头楼的这间公厕 妙方考虑到民众的观感问题 已经把它整个都打掉重建 只不过就算已经过去了 这么久的时间 只要入夜 都还是没有人敢靠近这里 附近居民甚至会声会影 流传着一些灵异的传说 那据说呢就有人听到啊 在这个公厕 会有女生在哭泣的声音 甚至有传闻 有穿着白衣的女子 在这边出没 的这种灵异现象传出 有人听过啦 这我本来就没听过啦 我应该就没有啦 到底这些灵异传闻 是真有歧视 还是一额传额 没人可以证实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犯罪终将受到制裁 对妹妹痛下杀手的陈家富 也只能在牢里 度过她的下半辈子 对妹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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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她的男人 也只能在那里 对妹妹的 你还在那么早个女生 对妹妹的 对妹妹的 那些人